那朱凤霖也接了球 希望台湾同胞跟我们一块儿 坚持一中原则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分裂跟外来干涉 所以事实上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情感的对接 但这个和平的路径非常的清楚 就是九二共识 反台独 还有外部势力干涉等等 那我们的外交部也好 陆委会也好 还有日云自由时报也好 当然都是批判批判批判 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批判的视角 特别是陆委会 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你跟你的主子赖清德 讲得完全两码子是 赖清德讲的是台湾主权 但你要说是捍卫中华民国主权 请问一下中华 不要讲别的了 中华民国主权赖清德认不认呢 有没有瞧好 五二零之后陆委会会被编吧 那一个关键就是央视 昨天的这个新闻联播 大家知道新闻联播是大陆掌握舆情 掌握政府政策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 那新闻联播头条就播出了马席会 头条耶 但是第二条紧接着就是猎鹰突击队 你知道猎鹰突击队就是那种反恐啊等等 放在一块很多搞不清楚的民众就认为说 这又是两手政策 对不对 这个一手跟马英九讲情感 二猎鹰突击队就要来打台湾了 是这样吗 猎鹰突击队我们看了 他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反截击 反恐作战 因为莫斯科都被恐攻 全世界有恐攻的风潮 所以这个猎鹰突击队 是对台的吗 这个张将军你讲一下 然后当然这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习近平给这个猎鹰突击队的全体 一个勉励 因为他们写了一封信给习近平 习近平就回了一封信 当然就是未免有加了 强调的还是反恐 北京也要反恐 张将军 对这个当然 反恐就是 中共一向比较重视的是维稳 那维稳的话 因为它有内部的有一些因素 包含 包含藏毒 包含僵毒这些 维吾等等 都有一些这方面的 所以我先讲 这不是针对台的吗 对不对 维稳 中共是维稳重于对外 中共维稳很重要 因为中共毕竟 14亿人口那么大的面积 它的维稳 在社会上或者有一些骚动 那就会造成一些 一些我们叫的蝴蝶效应 会有一种 你所了解的猎鹰突击队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队伍 就我们讲猎鹰突击队 就是类似我们讲的特战特攻的 对特战特攻的 因为如果是有暴徒有歹徒 它控领了一个大楼 或者控领了一个区域 这个就要出动了 它就类似我们讲的特战 特战 特战的话 它这个枪法 伸手 脚健 然后这一些建筑物 大家都要非常熟悉 非常俐落 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达成任务 是这个样子 那我认为这一次 这个马英九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这个我认为 因为美国也赞成 两岸要降低紧张 要多互动 要来多接触 多来谈一谈 是降低彼此之间的这种敌意 无论就要降低敌意 两岸要制造 两岸不要再制造敌意 因为台湾跟中国大陆太近了 就是平均宽度就是200公里 跟中国大陆又有那么多的 美国会希望这两岸降低敌意 但是美国会希望两岸水乳交融吗 最起码先 水乳交融是其次 先降低敌意再说 因为要循序渐进 不能一步到位嘛 一下就水乳交融 那两岸的那种疙瘩都还没有消除 一下变成水乳交融 那不可能的嘛 我认为先谈一谈 先互动彼此的这种往来 然后把这个气氛弄好 我们看到握手的气氛 或者是谈话的气氛 晚宴的气氛都是正面的嘛 我认为两岸要把这个气氛 把它调好 调好之后 水乳交融那是另外一个层次了 我认为也不要操之过急 原则上是由浅到入深 先容易再困难再复杂 其实九二共事 在我看来一直都不难懂 是有些人刻意不想搞懂 才会把它搞不懂 或是刻意把它带歪 其实九二共事 其实非常简单的定义 就是只要你认同 你是中国人就行了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问题是民党这些人 明明他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可是他又不敢直接这样讲 所以就拐弯抹角 跟你在那边扯东扯西扯一大堆 对 就是待会有一个误解 民进党带出来的 九二共事等于什么 等于一国两制 对不对 就什么等于一国两制 九二共事就一个中国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正他永远都要这样去跟你扯 但实际上九二共事 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就是大家都是中国人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觉得马英九这次 包括习近平的讲法也好 包括马英九的讲法也好 都为九二共事 下了一个最佳的注脚 就是这么简单 大家是同一个中华民族 那我们应该要团结在一起 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可是呢 习近平他这个说法 就是说希望 大陆的青年 都去台湾看一看 那当然我们的旅游业者 会很高兴 就是表示 其实习近平 他这个说法是根源于 他们这次在两会头的 一个决定 就是他们要从民间的力量 然后多跟台湾的民间 年轻人交流 然后去改变 整个台湾的一个氛围 所以习近平就这样做 那习近平既然这样讲出来 你要照大陆的领导 你绝对不会随便讲话 所以他只要一讲了 就代表说 接下来 如果民进党还要去讲说 大陆这边有什么 关卡 或是故意去 刻意去卡关这些东西 就不会有 他会慢慢开放 可卡在我方啊 是啊 我方开不开呢 所以我觉得很简单 就是大陆这边 现在态度非常清楚 就是我们会尽量去开放 但是接下来 你就不要再怪我 因为那是你们的政府自己不开放 那你自己要去问民进党 因为我们是开放 我觉得大陆是要展现出 这样的一个观点 那特别是他跟马英九讲 欢迎以后常常来 那意思很简单嘛 就是马英九以后 可能大九学堂 搞不好每年都会去 因为去年才去过一次啊 今年又 现在又去了一次啊 也许 也许 明年又会再去啊 这不是不可能会发生的 那当然也要跟两岸之间的互动 氛围有相关了 我想再问一下啊 就说当然这个两个人的表述都很长啦 有大达家国的部分啊等等 但是独独这个 就是在这个旅游的部分 有没有到这个 宝岛台湾来看看 这个特别有感 而且你想想看 两岸说远很远 说近很近啊 习近平一句话 立刻股票大涨 你怎么看 是啊 因为大家超有感觉 你要知道台湾的旅游业 已经奄奄一袭 快要死掉了 对对 那这个时候 听到这样一个好消息 当然大家市场信心满满 而且说真的啊 现在我觉得这个涨幅也是给赖清德做一个参考 就是人家已经说了他不要挡 那你呢 你还要继续这样挡下去吗 不是一直说不要把对岸四为仇敌 不是说两岸之间应该要和平交往吗 我们要求同存异吗 另外我觉得这个效应是不是也给大陆的团队一些更多的一些启发 也就是说呢 这个会台可能要更会到基层 我觉得他们未来可能不只是基层 而且他们会特别针对年轻人 实际上大陆这几年已经陆陆续续 包括对台生啊 然后提供一些优惠的待遇啊 然后甚至就是把台胞直接视为大陆人的直接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待遇啊 那我觉得接下来他们针对年轻人这一块 他会更加提出很多的优惠相关的方案 那当然我知道有一些大陆朋友听了可能会有点不爽 因为很多大陆朋友常跟我讲说 他们觉得对台湾好的过头 他们自己反而不见得有这么好的待遇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样子嘛 就是两岸之间要多一点这种善意 才能够化解一些敌意 那最好玩的就是 马英九昨天那句话到底是不是口误 你觉得嘞 我觉得我昨天在这边我就讲 我认为不是口误 我认为双方是有默契的 那今天呢 马英九的一个动作 让我觉得证实了这一点 就是他回台湾之后 就是他重新把那稿子念了一遍 他又讲错一支中华民国 他又讲中华民国 然后又改中华民族 他老是卡在这里 那当然有的人可能认为说 他可能太紧张或太兴奋或太干嘛 然后有记者就去问啊 就问马英九这个到底是不是故意的 然后马英九就当场大笑 然后赖斯堡就在旁边说故意的啦 然后就走了 但是我告诉大家 他这个不叫故意的 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马英九是一个很谨慎的人 当然他也是有口误的时候 可是第一个 假设昨天他在那边是口误的话 那以马英九这种人 因为双方之前对稿子的内容都是有默契的嘛 如果昨天那个真的是口误 他今天绝对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而且今天这个错误很显然是刻意 刻意做的 今天这个是要强化他的口误 所以我觉得他今天在台湾念的这个中华民国 然后在念中华民族 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在告诉你 我就是这样念 而且这个是对方早就有默契存在 最有感的胶原蛋白生态 即日起快点购全台独家贩售 养颜美容增强行动力 打造有感每一天 小包装好携带 成分天然零添加 无锡药不含重金属 安心食用 两款包装给你满满胶原蛋白 桃红包装助养颜美容 蓝色包装增强行动力 心动了吗 现在就上快点购一起健康下单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